你俩是从来拿着套户做的 我没过来做的我做的忙碍 丈夫反驳 试试这讲到底如何 发心调解 一拳打散的婚金 正在为你讲述 我也没有打他 他来用个价格连上打撞票的那儿 家里边的东西都打完了 结婚那场时间 说离婚 提出来的离婚不得一百次了 没有日子知道他 现在他也就是坏的运贸 坏的声音谁会知道他是不是 画面上的男子就是今天的求助人 来自于商丘宁灵的小帅 他说自己和妻子金灵已经结婚三年 平常两人感情还算不错 也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妻子还怀了二胎 可是最近几个月 金灵却闹起了离婚 今天干嘛去了吗 去了他已经把小孩打掉了 他已经把小孩打掉了 他也没跟他家人商量 那么金灵为什么会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 选择和小帅离婚呢 这一次来就是他那个节目 他有个节 他离吧 可能就是不给他 就是不过了嘛 人家有赔偿的机关关键 他也就是他又订没了嘛 订了没了之后又陪给他一起吧 小帅告诉小姐元 金灵的姐姐刚离婚 由于对方给予的丰厚赔偿金 所以金灵和他家人也想如法炮制 从他这儿再额一笔钱 小帅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又有什么根据呢 现在他已经有欺负我了吗 欺负我就是要赔偿您 还有小孩就是由他富裕 小帅的这一番话更加重了条权心中的疑惑 难道金灵和他家人仅仅是为了几万块钱的赔偿金 就无端的毁掉了他们的家吗 这种种的疑问让条权觉得 必须尽快见到金灵 才能明白事情的来楼去脉 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跟随小帅一起来到了金灵的娘家 刚一进门条权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金灵 看得出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在条权耐心劝说下 金灵同意单独跟条权谈谈 条权也只好要求小帅先去外面等候 我没啥要求 反正是因为苦难大人 能比利 利可以 利可以利的利的 他把我给打了 他还不承认 他抱你 我就那么傻 我把我承认 一边是金灵哭诉小帅的暴行 一边是小帅说金灵自己撞墙撞的 他们两个到底谁在撒谎 这一切还没等条权开口询问 金灵就忍不住告诉条权员 他已经铁了心要和小帅离婚 我利用棍子 别不打 脱下来又不脱下了 是不是 别不打 我你们过来请 那是一家二人的时候 才一家二人的时候 一家二人脱下来 金灵说 当初生儿子是剖腹产 肚子上有伤口 可小帅因为一点小事 就一脚剁到他伤口出血 当时 丈夫也承诺以后不再动手 可后来却丝毫不知悔改 被打的情况屡次发生 这一次更是如此 他伤心了 说到这里 金灵越发委屈起来 他哭得气不成声 而文讯赶来的邻居 也是跟条权说起 他们所知道的情况 邻居所描述的 正是金灵这次挨打的情况 而他们也不知道 金灵为什么会挨打 正在这时 金灵拿出手机 让条权看他受伤之后的照片 金灵的哭诉让条权很是心疼 看着手机当中的照片 条权非常生气 正在此时 金灵的母亲从外面回来了 看到金灵母亲情绪缓和下来 条权也赶紧抓住机会 问问金灵的母亲究竟是什么情况 他带你来 前来 我带你来 我打电话来 你又打了 你又打了 你又跟他没对他 妈 你去吧 你上去吧 你妈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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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打一遍 你打个妈 是吧 你打个妈 你给我说 说到女儿挨打 金灵的母亲也很是激动 向条权又诉说起了当时的情形 他把鬼女伤的开了 他叫鬼女伤的 他叫做话 要不话 怎么说 开了 你又开了 你又拉我 你又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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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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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权听完 也了解 作为母亲的愤怒 只是金灵的母亲 也仅仅知道女儿挨打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还必须亲自问问金灵 金灵诉说 挨打原因 竟是小事 小伙计那儿 全部都打了 嗯 我打得去 质问父母 为何私自打掉孩子 他他就打了 就说 我去娘了 他就打 你保不住 你还去 你照料 都保不住 夫妻对质 究竟谁在书房隐瞒 你给我说他撞一下 我把他撞 你给我 你给我 比划比划 条权现场 为何频频遭遇阻挠 白天小姐 一拳打散的婚姻 正在为你讲述 商界我们讲到 金灵母亲跟条权诉说 女儿挨打的情景 而条权决定问问金灵 小帅之所以下这么重的手 究竟是为什么 一大人看见人的 然后那个一位说 出发这么大 这出发一脚的地 不是小吗 然后我一站在 小出发掉了 一小 他有个招式来的 哦 有一个招式来的 然后我没带人了 我说没带人了 我去回答 然后接下来 如一坐了 他就下去了 你叫大大 对吧 嗯嗯嗯 比如我 你叫大大 嗯嗯 我想大大 还愿意啊 是不是 嗯 我说这我嫁点的 我想大大 我还得有你同学啊 是不是 你也太结婚了 嗯嗯 嗯 你也太不愿意了 嗯 想我救他 全碰他了 嗯嗯 不是啊 走路打的 金灵说 仅仅是因为自己 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 就莫名遭到了 丈夫的一顿毒打 可最令他感到绝望的是 明明公婆都在家 可在挨打的时候 竟然没有人救他 就一推都得 大人为了 大人为了 嗯嗯 然后我就 et 就了 看我女儿嘛 嗯 我喊女儿 我父亲子都喊 喊丫子骨 é ada 哦 面对丈夫的诬打 金灵表示 再也无法认受 他现在 只想摆脱丈夫小帅 摆脱那个家 而此时 条件一想问问金灵 小帅为什么说 他的伤 是自己装的 那我他生气的时候 他搭担 搭担 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自己偷掌枪 有没有就是偷掌枪 转玻璃之类就是没有 没有是吧 我还偷偷不掉了 我还想下大家把人家给打死了 他还打死了 金灵的解释 乔娟觉得还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金灵以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他也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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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话我们不难听出 金灵以前确实有过一次撞枪的行为 但那是因为和家人生气 太过冲动的情况下发生的 而金灵这次明明就是小帅独大的 和小帅却还编出这样的谎言 这令金灵的家人不能接受 接着 乔娟也在问问 小帅说的他们只是想赚女儿的离婚钱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听到小帅跟谎爵说这样的话 金灵的母亲非常的愤怒 而此时金灵的婆婆也来到了调解现场 金灵婆婆的到来 使得调解现场变得难以控制 谎爵也赶紧劝说起了金灵的婆婆 大度比方 实际上她的牛不行事 是招事了 但是她牛是不是怀孕了 你敢说怀孕 那怀孕那弄不弄养牛闹 那烟药一探除咧 烟药除咱烟药就退下了 上了 我小帅还没说 你不要考虑 你不要考虑牛 你身体还没有 你不要说 叫她说 别考虑 听到婆婆这么说 一旁的金灵情绪也很是激动 和婆婆吵了起来 眼看他们越吵越厉害 调卷也只好劝说他们安静下来 接着调卷又问起了小帅家人 最想不明白的一件事 金灵为什么私自把孩子打掉 他就给他砸掉了 你说不是说了 牛去溜山溜点是 他就给他砸掉了 他砸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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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掉了 你保不住 你还吃点喝 你上砸都保不住 嗯 出来就甜吧 他百味神的气 因为这那么多神气 别人会有哪里神气的呢 百味神的气 啊 营养平了 现在土娘 全娘都吃不着 吃不着没法 没人一个人关我 土娘不是外面 没人一个人关我 金灵说 之所以打掉这个孩子 是因为挨打之后 一直打针输液 再加上营养不良 即便留下来 孩子也不会健康 而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金灵不想再跟小帅 有任何的瓜葛 才狠心打掉孩子 此时 朴卷觉得 对于他们之间的种种事件 两个人也都有着不同的说法 朴卷也提议 让小两口坐到一起 好好说说 看看这中间是否有什么误会 刚坐下来 调卷就忍不住质问起了小帅 可是小帅仍就是这样的回答 小帅的说法 调卷觉得无法认同 如果金灵没有生气 没有和任何人产生矛盾 他又为什么会砸东西呢 看到调卷不信 一旁的小帅妈妈 也过来说起了当天的情况 在小帅及其家人的口中 金灵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媳妇 一家人都要看他的脸色形式 而这样的说法 夏巧和金灵的说法完全相反 可到底他们当中谁在撒谎呢 调卷准备再深入询问一下 可就在这时 金灵的叔叔突然闯入了调解现场 你停一会一会 如果说了不载铃了 是转了是偏向牟利房了 你在你在发自己的种 就是这些这个事都活 一会你跟我说 你活到哪了 你可以跟我说 安抚好了金灵的叔叔 调卷让一旁的金灵 把手机打开 找到照片问问小帅 金灵的伤到底是不是他打的 究竟是谁撒谎 我打了我会退 我没有打我会退 面对孩子 他竟很心默不关心 刷包块吧 快点需要妈妈 激励挽回 破碎婚姻如何延续 白信条件 一拳打散的婚姻 这才为你讲述 上前我们讲到 小帅并不承认打了金灵 而且说是由于金灵 把家砸了才引起的矛盾 随即调卷也问问金灵 究竟有没有砸家里的东西 有这回事没有 没有 我就是拿我 那个 他打了我 他跑了 跑了 然后我就 招数机就招不住 然后我看见人 我就 把那个江人给拆到了 那么多 那这之前就是他打了你了 是不是 金灵承认自己把电视拍到了 可他完全是在挨打之后 自己生气才导致他 可是小帅和家人都说没有打金灵 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他牛周知倩 你打他了没有 我没打 你以前没打他 是吧 他给数机那 我打是他 他跑到门宽了 他跑门宽 我转向 给我没转向 蹦住 你看 你看这这张照片 如果转向的话 这个部位是 转向是最高的部位 为啥 这个烟颈会中了一条缝 你会结实结实 你看见这个 这些照片 你紧动不紧动 我紧动 我听见 紧动 转向能转着烟 看到这些照片 小帅坐在一边 默不作声 这个反应 让条卷觉得 会不会真的是 小帅撒了谎呢 如果真的是 小帅又会不会 坦率承认呢 虽然当时 人家搭架 我没在 根儿根儿 但是了 我跟你说 其实做牛 说的话 他心度更高一点 我为啥这样说了 因为周前 他承认也有 他不对的地方 他说了 他越骂你越大 你越大他越骂 他没有说了 把自己的一些 就是做错的地方 我阴漫起来 我打了 我会承认 我给你打我 我对他 他还说了 我给你 我给你干嘛 我给你说吧 你做那个 你好好的 你平常做 看到小帅仍旧坚定的说 自己没有打金灵 坐在一旁的金灵父母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你成意了 两人有成意 不能不成意 你不能不叫他 你不能 一一万五两千万 不能叫他 我叫他 走啊 回去吧 正当我们和金灵父母 辩解的同时 金灵的叔叔 又再次 赶到了调节现场 金灵叔叔的态度 我们也表示能够理解 毕竟看着自己家孩子受委屈 哪个家长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随后 条权又再次把小帅和金灵 叫到了一起 以后怎么办 以后的路这么多 我能只条路 你现在包括那马 包括你那样 不大陪一个态度 要说到现在了 你也没有错 也没有打他 他的牛肉 绝来给他呀 又跟着家 也没有一点好 那你说的 咱还来叫他弄啥 对于动手打人 一边是小帅不承认 一边是金灵言之凿凿 而条权觉得 毕竟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 究竟谁在撒谎 我们也无从考证 只能说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一切还得往前看 接着条权也交代小帅 无论是谁的错 先给妻子道个歉 就让他说说 你病请他说完呢 以后故意在这 拿起来了 咱回去吧 你又不能一样 不带回来 你不会 我照样你会 随便想想管我 不会 不会再骂他 以后不会再生气了 你光说回去吧 为了孩子 那凭啥 自己的命都呼不住了 你都不会 好好和他说说 挑决看得出 小帅这个举动 并非是不爱金灵 也并非是不够真诚 而恰恰是因为 小帅太过耿直 接着 挑决让小帅 把孩子抱来 希望能够用孩子 打动金灵的心 就是给他立抱抱号行不行 我不抱 不抱 你装吧 你给他扔吧 我跟你说了 魂立了这号 也是你老汉 你抱抱他都大了 你觉得这儿对不对 那那牛 那那牛这儿 那那牛你心疼 他看着看他怎么心疼 不抱是吧 抱抱汉吧 汉也需要妈妈 算了 不抱不抱吧 别人心这么狠 小令 你会后悔了这样 无论条卷和小帅 怎样努力 金灵始终不愿意 抱孩子一下 可条卷觉得 金灵也许是考虑到了家人的因素 才强忍着 所以决定在劝劝他 看到金灵抱着孩子 伤心的哭着 条卷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如果他们真的分开 最可怜的 莫过于这个两岁的孩子 看到这一幕 金灵的婆婆也哭着过来 希望劝说金灵能够回心转意 也许是怕金灵心软 金灵的父亲 着急把女儿拉回了屋里 而条卷也决定 再做一次努力 单独 劝劝金灵 你跟女儿说了 你到底是说了 能要缓缓给他一次机会 还是说了 今天都把婚礼了 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没有 那你会后悔不会 我不后悔 那你给我说杂利吧 那边我可以少了 不要 我可以清楚 我才是没有回家 您可不要孩子 不要任何的东西 也要离婚 既然金灵已经铁了心 条卷也只好回头劝小衰 捆绑不成夫妻 强扭的瓜不甜 谈的甲有啥条件 没条件 那扶养肺 你要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那今天呢 我也不嫌疑 能从从茫茫去避 今天呢 我想了 你跟他说来话 那都在脑子里靠 考虑考虑 做个任不容易 杰子魂 咱既然把孩子 带到这个市场 咱也得为他扶着人 这一丫头生气 如果说 能想想 能要 还有欢客的机会了 能彼此给对方一次机会 给孩子一个假 考虑了之后 给他一个答案吧 懂不懂 在现在要不要打扶他了 就是说了 我也想考虑完之后 不用考虑了 那行 也不要再坚实了 看到妻子态度如此坚决 一旁的小帅 只能是默默的流着眼泪 他也知道 拉不回金领的心了 再舍不得 也只能放弃 而条权也决定 再交代一下双方父母 太子了 俩孩子都有不同事的地方 今天说院份到了 那江湖庆家之间 以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